很危險 因為我每天下班都會 或是逛街 都會抽兩袋東西回家 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回來看我的影片 話說最近英國是 到處都是減價 完全便宜到瘋了 我覺得每天同朋友出街 或是我下班走出街 很危險 很危險 因為我每天下班都會 或是逛街 都會抽兩袋東西回家 然後我就想 不如我今天就跟大家 做一個戰利品的分享 看看我這個夏天買了什麼 戰利品 包括三戶鞋襪 希望大家喜歡我以下來的分享 記得Like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因為你們的Subscribe 對於我來說是拍片的原動力 不要忘記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你就可以知道多一些我日常的生活資訊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首先介紹的就是我現在戴的這條鏡 給大家看看 我是在Accessorize買的 其實它是一個月亮 然後是一個太陽的小牌 原價我記得好像是20磅左右 然後就50%售價 變成一半十磅 我覺得超大的 還有它有一個系列 我也有買它另外一個系列的耳環 那它這個系列就叫做 Desert by Accessorize London 那它是 我覺得它這個系列的手飾很精緻 還有是我自己喜歡的一些 可能是星座 太陽月亮星星的配搭 那它是極容易襯衣 這條鏡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那它就是一個這樣的扣 然後你想脫出來的時候 就這樣 我覺得因為我平時自己是 竟然麻煩了那些男生頭的女生 然後我非常不喜歡戴的項鏈 我覺得很麻煩 然後這個呢 我覺得是極容易襯衣 基本上我現在差不多 每一天都會配搭 在我的衣著裡面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月亮其實是我的中文名 裡面其中一個 symbol 所以我來到這裡 其實我是經常買這些 太陽和月亮 因為我的中文名的first name 其實就代表太陽 跟月亮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整件事很有意思 然後我就很喜歡買這類型的東西 然後剛剛我給大家看到的 這個就是一個珍珠的耳環仔 其實它就是原價20磅 然後特價都是50%off 然後有三對的耳環仔 其實你可以分開戴 也可以一起戴的 其實我現在就有一個耳洞 兩個耳洞和耳骨一個 但是我這個和這個已經沒有戴很久了 但是剛剛我買了這個耳環 我就可以兩個一起戴 因為是極容易襯衣的 然後 第二樣就是我要推薦的 就是這一件 我現在穿這一件的打底衣 哇 超級喜歡的 因為我本身個人是比較矮小 我很喜歡的襯衣就是 上面就是穿lock top 然後下面就是穿高腰的裙子 等等等等 然後再外搭一件很闊 很男人的外套 我待會給大家看 因為我也買了很多 然後 這一件是我在Primark買的 價值三磅 就是港幣30元超級低 然後之後 上一次我在上一個影片 我也有介紹這個 Crenital 白色的打底衣 它穿上去也是croft 然後也是很大 我也是買來夏天襯衣 這樣 好了 那說完這個打底衣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看到 有些類似這樣 款式的打底衣 其實買到幾件不同顏色都不要緊 因為是非常容易襯 而且它真的很百搭 因為基本上我家是有 不同顏色都有 而且我不是最近買的 但我想想給大家看 就是這兩件 NORFACE的打底衣 質地超好 然後我買的時候 其實我也買了好一陣子的 都是我賣的 它原價就好像二十幾磅 或三十磅 然後我買的時候 就好像特價去到十六磅 那就是這樣的 那都是crop top 那我買了兩種顏色 其實它有白色灰色 然後黑色和粉紅色 還有我買的就是beige的 黃黃的白色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兩件是超好搭 那我經常出門 我都會穿這幾件的配搭 然後我昨天 走ZARA的時候 被我掘到寶 就是看到這個 看到嗎 就是一個 這個 我超喜歡 就是一個 beige color 的一個 crop的襯衣 其實它這件 就是可以打開的 這樣打開 然後呢 譬如我現在 穿著這個 我可以直接穿上去 哎呀 好漂亮 除了crop之外 我就買了一些 正常的長度版本 首先 最classic的 其實我應該要燙過 才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 就是這一件 白色衣服 其實也是很適合的 我是特地買一個 大一點的尺寸 就是我平時是高過34 但通常買這些衣服 我都會買大一個馬 這個就是36 然後我就超喜歡這樣穿 因為其實 大家要知道 這裡的夏天 其實就不是很熱 也就像香港一樣 你可以這樣穿 裡面的一件 不過很多時候 都是搭配 一件這樣的東西 然後下面再搭配 其他褲子 然後整個造型 然後 然後 除了這件 白色之外 現在 今季 非常流行 桃紅色和綠色 我 一直都在想 究竟我買一件 綠色的好 還是桃紅色 最後 Sharah 就買了這一件 我就買了桃紅色 其實 我很少買這些 顏色 我很少買這些 顏色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好像 太誇張了 這樣 然後 我覺得 不要緊 其實又不是很貴 好像20磅 它不是特價的東西 但我覺得 這一季的夏天 都是 要買 都是我其中一個 非常滿意的戰利品 那 這個就是我 生日那天 我自己有穿 穿到 然後 對 我就極喜歡了 然後 之後 還有 的戰利品 就是 都是我一件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我在FIN PAGE STORE 買的 這塊 其實它是有一點 大家看看 這些厚質的 外套牛仔 又不是牛仔外套 但是 有一點 牛仔的款式 然後 通常 都是那一句 因為這裡 經常很煩的 下午就很熱 然後 晚上 又有風 所以我經常都會 戴這些 這樣的外套 穿著外套 我就不會 摔倒了 然後 講開外套 我就買了 另外一件 在RESERVE 那裏買的 我想 其實大家 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都不太懂這個牌子 那 RESERVE 就是一個波蘭的牌子 它在OXPORT STREET 那裏 就只有一間分店 全部都只有一間 之後 我就買了這一件 的BLAZER 大家要知道 在這裡 都是 經常都很大風 這個是 完全做到 這個保暖的作用 我是超喜歡 還有 我很喜歡 它的皮 不會說 很假的 穿上去 例如你這樣 動手 它不會像紫皮一樣 咳咳咳 那夏天 怎麼可以沒有一條 白色的 年生裙 度假班的裙子 我 就在RESERVE 那裏 找到這一件 好像 娃娃公仔 的 白色年生裙 你看 你看看 是不是很精緻 它的質素 是超高 原價 我也不記得 好像是50磅 那樣的 然後特價給我找到 而且是20磅 然後我覺得 完全是 我要買的東西 那它這個袖 就是那些 類似娃娃袖 那樣的東西 你穿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貼上去 而且我特別喜歡的 就是 它的質素 真的很好 譬如大家可以看 從這件事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它那些鬚鬚呢 看到嗎 是超有質素 是 不是氣味的 它真的有 很有 Volume 是不是這樣說 說到很奇怪 很有Volume 對 還有它這些 不是那些 很便宜的 那些 來的 之後 說到連身裙 就是 我在H&M買的 一條 連身裙 就是這樣的 閃閃 就是這樣的 閃閃的 連身 我覺得呢 又是超好配 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好像有 粉紅色 紫色 什麼 但是那些顏色 就不適合我了 我就搜尋了 深色這一件 然後這個是超好配 我可以放回 我之前搭配過的 外套的 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我純粹就是這樣搭配這一件 然後我再穿回 剛才我所說的 那個白色的襯衣 之後我就穿 可能有一點差的 兩下 又是一個 很漂亮 很漂亮的外套 但其實基本上 其實都不是很說 很繁複的配搭 然後 之後 趕完衣服 那其實 我呢 以下所說的 我就不是特價買的 但是它現在 在網上已經所證無幾了 那就是這個 黑色彩蛋鏡 我是很少 我終於是找到 大家看一下 我平常會這樣掛著出街 因為我是 其實我是 因為我的面型 我是很方的 看到嗎 我的面型是超方喜 我的鞋骨 我的鞋骨也很大 這件相呢 我是比較難去 拿到一些 很百搭的眼鏡 介紹完下眼鏡 我就想說一下鞋 我就買了這一雙 這一雙 這一雙 這雙的牌子 是屬於一個 叫做Dorby Perkins 應該沒有讀錯的 Dorby Perkins 這一雙 帆船鞋 夏天很流行 就是很普通的 啡色的 扮扮 扣 然後這裡 就是一個帆布 我覺得是超容易搭 穿上去又很舒服 其實呢 倫敦很多女生 都有穿這些帆布 帆船 高跟鞋 但其實我覺得某些 看上去是有點老套 我就不會想 已經穿 它的質素OK 最重要就是你下雨 不要穿上去 然後 還有超容易搭配衣服 還有就是 超舒服 超級舒服 超級舒服 所以我超級喜歡 另一個就是 我在ASOS買的 就是這一雙 這一雙 這一雙 普通的 一雙拖鞋 看到嗎 這樣的拖鞋 我特地選擇黑色的 因為容易搭配 還有我真的 連去超市場買菜 我也是穿這一雙 因為快 方便 而且容易搭配衣服 就算你約了朋友出去喝東西 我下班 我也不是很想穿科鞋 因為有時候 我都會穿這一雙 很容易搭配 那我就搞定了 這雙我記得特價了 是9磅 90元 我覺得 非常之好 然後最後一雙鞋 我想跟大家去介紹 分享的就是這一雙 這一雙 很Gurnly的高跟鞋 對 我在PRIMARK買的 10磅 其實我先頭也有 在PRIMARK買鞋 因為我很少在PRIMARK買鞋 因為我覺得它的鞋 一定是沒有穿 但是呢 因為我那時候去 company summer party 我就穿完那個長裙 之後呢 因為這裙太長 我又太矮 我又不想改緣它 所以我就一定要穿一雙 這樣高高的高跟鞋 這樣 這樣 然後我覺得 啊? 驚訝 又很穿啊 即是10磅 然後我就覺得 嘩 穿了一整天 我都沒有腳痛過 我就覺得 挺好啊 所以 還有這個白色呢 我很喜歡它這個 扮帶 是這樣交叉 因為我的腳型呢 是有點奇怪 我是不可以搭配 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橫板 會呢 會呢 令到我看下去呢 因為我的腳有點肥 我的腳板 所以我穿這個呢 固著我的腳 就非常之好看了 那對了 這三雙鞋呢 就是我最近買到我最滿意 還有很搭配的一些鞋子 的戰利品分 最後呢 就是不跟三個鞋子 試的 那就是我買了這個 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Nail Seat的牌子呢 那是我朋友介紹呢 買它的Dodorant 連它呢 我們上次去Corman Garden的時候 都看到有特價 然後它本身原餃 即是10磅 然後呢 我們買的時候 是5磅幾 我覺得是 超香的 它是Lemon & Coranda的味道 我超喜歡 噴下去的時候呢 是有一股很夏天 很Refreshing 而且它是超級好止汗 因為呢 我是一個 我不是很大汗的人 但是我乎 一緊張 我經常都很緊張 一緊張的時候呢 我加得大 我就會出汗 然後出那些汗呢 因為可能是壓力汗 然後就會變上 都會有些 味道 所以我呢 是需要 噴一些很好的止汗劑 那我發現這個止汗劑 其實也挺好的 那對了 所以我也挺推薦 這是另一個Good Buy 對了 對了 還有沒有還沒跟大家分享的呢 好像暫時 都是這麼多了 對了 那我會把我買到的東西 連結都會放在那個 Session下面 Information Box下面 那大家呢 有興趣呢 都可以去看看 還有好多謝大家呢 看到來這裡 那對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剛剛的分享 那記得 like你的video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是的 那我好快呢 就會在下條影片 跟大家見面的啦 拜拜